各位漫迷老友好 歡迎那麼多位又來到雷文的頻道 對上那天菊草的夜賽因為颱風圓規的關係 停了一期賽事 各位所做的功夫就白白浪費了 但是得益者就是潘頓 潘頓本來停一期 潘氏發揮了一些力場出來 令到比理事力場更厲害 所有騎士都陪潘山停一期 令騎士的龍虎榜 莫雷拉少了一天被他追 今天的賽事17號有兩場二級賽 變成相當有可觀性 但其他的場次亦是有點混亂的 但都要去和大家量一下馬 雷文每一次都有兩種賽事的影片 喜歡簡簡單單的 可以聽育城賽馬系列 只講一隻馬的成長 活轉配備 跑的時候陣上有什麼問題 以及雷文為何今次選他 簡簡單單就是一隻 但跑馬有很多彩詞 例如二重彩 三重彩 連刑位等 可能要選腳 或者如何穿勻 所以亦有一個叫做全場步促形勢分析 跑馬就牽涉過形勢 形勢這兩個字 雷文經常都說 像張大千物畫一樣 畢加索那些 看得明白就看 看不明白就說不明白 另外還有部促的問題 所以有一條影片 會和大家選四隻馬 各位希望可以自己進去Youtube雷文的頻道 萬一Youtube不推片 各位可以免費訂閱雷文的Youtube頻道 可以加入小弟Youtube會員月費計劃 另外每一次賽前的一日 即是賠盧那一日 會有一個會員版雷文事前Live 裡面會有一個陪雷文看數集的節目 另外亦會和大家說一些冷門和精選場次 再前一日 通常是排位日 或者是排位日這樣算 即是賽前的再前一日 又會有一個公開版的 亦會有陪雷文看數集 但當日所討論的場次會比較少 希望各位可以支持雷文的頻道 雷文的頻道 就是賽前的功夫 陣上的祭禦 賽後的檢討 都會捨立得到的 看看各位是否正確看 一個台不需要用時間 就已經可以營運得到的 雷文真的花大量時間 各位如果想支持雷文 希望各位可以支持一下 現在要講第二場 四班千四米的全場步速形勢分析 今天雷文已經出了一條 關乎玉城賽馬系列 講了莫雷拉怎樣 其實這隻浪漫組合 最近那三次 是相當之精彩發揮 各位如果想看那些片 是相當精彩的 可以去雷文頻道找回來看 今天這隻浪漫組合 是第二次下來四班 上次撿了一個外檔 車前退後走了七疊 接著大外檔追上來 騎下去明顯跟香音騎士 那個鬥志或者騎工 好像有點分別 但那是莫雷拉來的 究竟為什麼雷文這樣說呢 大家看看香音那股很厲害 看看我們萬人迷這一股又叫什麼勁呢 羅漫組合 叫他撿了一個外檔 其實他還是夠快的 但他沒有進去 沒有賣到來 被人頂住 這隻有緣人 蔡若賀馬房 已經在他前面了 他頂了他三碟 羅庫前馬房的香音 就是在後年了 這隻就是香音 這裏今天會出的補得住 宇宙英雄 有緣人 這裏羅漫組合 本來你撿了一個這樣的檔 你被人頂住這個位 各位馬迷都沒有什麼好說 你說撕不到就撕不到 因為你出閘得很快 但是一會兒 撕了下去 不止 轉彎的時候 都擲得相當吃虧 為什麼 李文有這麼說 各位自己看看 報速又夠慢 這隻 多多歡笑之前都他騎過 如果李文沒有記錯 這隻有緣人 出自蔡若翰馬房 這隻香音就是羅庫全馬房 報速又夠慢 撕了下去 撕了一個小小框出來 現在我就說小小框 慢步速撕到外面 有緣人就相當賺 這裏撕到多少碟 暫時看上去好像四碟 吉塔利拉近距離 這裏已經空了一碟 各位未夠的 梅子壽司吃東西 三四碟 怎麼夠吃 大佬 叫多幾碟 浪漫組合 蝕了萬步速 扔到這麼愛 香音的騎工 是相當硬正的 看看萬人迷騎 這隻是否相當硬正 最後三百多米 多多寬少佛 你看香音 一會兒手推到馬頸 去到馬耳仔那裏 推到頭都脫出來了 看看浪漫組合有沒有 這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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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賢仔說 騎得不算好勁 不是啊 我講錯 莫雷拉追得不算好勁 今天天洞之城都出的 這隻就是蔡若漢馬房 這隻是羅庫全馬房 這隻呢 就是我們今天 審集成 還肯比莫雷拉騎的浪漫組合 第四名的馬 是天空 講到全場步速形勢分析 一個字 就是 Ghost Ghost 為什麼呢 上次萬步速贏馬 有 奧猶之星 出自熔天鵬馬房 有羅庫全馬房 圓圓動力 出自羅庫全馬房 這些都是萬步速贏馬的 另外那隻有緣人 剛才跑贏了那隻叫浪漫組合 贏了這麼多的 今天也是出自蔡若漢馬房的 這三隻 這三隻可以說 萬一有一些放頭馬 不在前面的話 他們相信也有機會 是賺萬步速的 不過跑馬都是用一個正面的角度去看 因為牽涉到有隻夢幻人生 跑泥地 跑田草遷移 他也是很快的 就背個重磅 但唯一可惜 他就撿了一個十檔 萬一一縮下來的話 那些可能會放得比較輕鬆 但希望不會有這樣的情況 因為你數放頭馬的 都是夢幻人生 那些可能會放得很快的 原動力 新威力 奧遊之聲 有緣人 這幾隻 看看會不會 有沒有可能 整個快步速出來 看看有沒有可能 那我就希望這隻夢幻人生 就不要縮 變成做一個正常的步速 看看這隻浪漫組合 莫雷拉 騎了這麼多次 又不夠人跑 那為什麼還要騎這隻浪漫組合呢 那我雷文也是選他 我覺得選他 起碼第二次下來班 今天有個好檔 看看他會不會 在祭遇之下又塞車 或者祭遇之下又扔去九疊 那我先選浪漫組合 第二隻要選的馬 既然都是禁混亂的 步速難鼓膽薄膽 既然都是這樣的 我選這隻 轉了高帕新馬房 其實今季那場1200米 他已經是追得不錯的 怪獸奇兵 再出蝕慢步速跑第四 奧遊之星再出贏馬 諾天拋 這隻中寬笑 當日在一個短的途程 都能夠追到輸四個馬位 上一場因為撿了個十二檔 但他也有追 但今天他有個配備變動 加一個CP1 但今天的檔位都沒有好到 看看這隻中寬笑 其實這隻中寬笑 當日的步速是有少少蝕慢的 大家都知道 星夢帝國在前面 就不方放得快的 美麗精神在尾五的位置 一直要折 內藍尾四 粉紅眼罩 藍衣 歸盡他 他都擲到相當外的 因為他要兜上來 他都擲得相當外的 但都可以追到第四 如果你買這隻馬 希望他跑進來的話 即是中寬笑 他和那隻浪漫組合 都希望步速不要太慢 因為浪漫組合是守著也可以的 追也可以的 中寬笑 通常都是要追 這裏才開始擺正身 抖低頭 衝 會有什麼效果呢 看看高柏欣怎麼搞這隻馬 複逸說受了傷出不了 操練有些停滯 看看這隻 鄭俊偉馬房 轉去是高柏欣 中寬笑 但今天的檔位依舊不理想 我相信他都是有賠率的 裡面那隻都是有緣人 都是有緣人 正常步速 沒有那麼慢的有緣人 就是在那個位置 但上一場有緣人 是相當之厲害的 很厲害的 至於再選擇的馬 因為這條片都差不多了 有什麼是民事前來講 我會選擇 就是我寫下的 選擇了這隻 3號的浪漫組合 7號的中寬笑 雖然他第一次跑千4 但上次的變速力真的不錯 其實初跑千4 我自己覺得是有點難度 但真的不夠膽去扔 所以就外了這隻 另外再選擇的 相信也是冷門的 就是13號上次在千2米 都是扔到很久 都可以追一下的勁家家 希望今天有些暴促 這隻是屬於手在中間 也行 千2追一下也行的馬 看看 還有這隻冷門的勁家家 混亂場合的 找個理由去搏一下有分頭的馬 有什麼呢 可以在雷文事前來跟大家研究一下 選了我們萬人迷 莫雷拉 今天再騎的3號的浪漫組合 看看阿拉叔今天會不會有精彩的發揮 第二隻的 愛了高帕生哥哥 這隻7號的中寬笑 當位不理想的 蔡明紹來的 看看高帕生蔡明紹的組合又如何 今天加配備 第三隻的 要包上這隻 上次初跑千2 都能夠差點贏馬 不過今天是第一次跑千4 選擇他的理由 沒有根 沒有具的 不過是怕他就放放他 至於第四隻的 其實千2 往往看下去 好像比千4 會跑得好 但是這隻 勁家家 今天 有個不錯的檔位 輕磅 找到我們懶人的 毛顯東 看看毛顯東如何發揮這隻 超級家家 如果你叫雷文選擇 萬步速 贏馬 那些 等於我搏他 萬步速 怕夢幻人生 低頭 起勢放的話 萬步速的情況 未必會出現 除非夢幻人生十磅 不放的 難說一些 所以有這樣的決定 搏一下懶滿 3號 浪漫組合 期待拉縮 發揮 7號 中官少 加佩備 找蔡明少 6號 長長勝 因為巴道上次有幾多馬騎 他也是選擇這隻 還未跑過千4的長長勝 以及13號 這隻 今天 徒弟仔 就外借了 找另一個徒弟 毛顯東 勁家家 希望各位支持 雷文的頻道